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破苍穹》第七百八十五回 这条被白色火焰笼罩的蟒蛇刚刚窜进银色的火焰,其内的九条火龙就猛地扑过来。 但是这一次,这白色蟒蛇倒是有着一些能耐,居然能够死死地守住体表的火焰,不被火龙给吞噬掉。 随着火焰内蟒蛇和火龙的僵持,那焕大师的脸色也是越来越凝重。 天寒火虽说和古灵冷火有点关系,但是毕竟不是异火,也不可能真正地跟九龙雷缸火相抗衡。 时间在寂静的大殿中迅速地流逝,而就在那条白色火蟒即将被九条火龙彻底吞噬的时候,十分钟的时间终于是抵达了。 幻大师连忙一招手,火蟒逃窜而出,最后掠进他的身体中。 收回火蟒,幻大师终于松了口气,苦笑说道。 呵呵呵,不愧是能在一火榜上排名十二的一火呀,不得不服啊。 唐震也笑了笑,哈哈哈哈,恭喜幻大师了,您已经成功了。 然后,他的目光转向另外一名单塔的客卿长老,肖大师,该您了。 闻言,那名名叫肖大师的老者迟疑了一下,只能站起身召唤出一团淡蓝色的火焰, 然后将只凝聚成一只巴掌大小的火精,操控着他钻进了银色火焰之中。 这位肖大师的火焰,没有他的同伴强横,以肖炎的眼光来看,只能算作是一些中等偏上的受火。 用这种受火来和九龙雷缸火相抗衡,恐怕支持不到十分钟吧。 也正如肖炎所料,待的时间过去了七分钟左右时,那蓝色的火精终于是抵御不住,被九条火龙一拥而上,撕咬得稀巴烂。 见状肖,肖大师只能叹息了一声,冲着唐振摇了摇头,然后坐了回去。 这种测试几乎不是考验的灵魂力量,而是看谁的火焰更强。 见到肖大师没有支撑下去,唐振眼中也略过一抹失望,叹道。 麻烦诸位了,现在只有莫大师一人通过了测试, 可老夫需要的却是两人呐。 哎,不是还有一位炼药大师吗? 唐振话刚落下,那先前嘲笑过肖炎的一名炼药师却突然冷笑了一声。 在他测试失败之后,就能感觉到面子有些难堪了, 特别是在瞧的肖炎脸庞上一直挂着微笑,那不爽的感觉就加剧了不少。 从而连的话语都略微有些阴阳怪气。 听着他的话,大殿中一道道目光顿时转向那坐在大殿偏僻处的肖炎。 不少人的眼中都有一抹看热闹的幸灾乐祸。 对于这些目光,肖炎也是眉头微重,旋起唇角掀起一抹冷笑。 这些家伙呀,可还真是没有半点大师的风范呢? 不过既然他们想看热闹,那么就让他们连下巴都看下来吧。 见到大殿内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肖炎的身上,那唐振也是一愣,略微迟疑了一下,开口说。 呃,这位颜肖小友,不知你可要来试试啊。 唐振自然是清楚,这里不少人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,但是在他看来,肖炎既然赶来焚炎谷,那应该也是有一把刷子,毕竟对于赤火长老的办事能力,唐振还是颇为放心的。 在唐振的身边,那红衣女子也是双臂抱于胸前,美目饶有兴致地看着肖炎,他同样很想知道,这位先前被唐振赞叹有加的青年究竟有什么本事,还是草包一个。 在那重酌目光的注视下,肖炎微微一笑,点了点头说,既然来了焚炎谷,这测试自然是要试试的。 文言,大殿中的一些炼药师啊,脸庞上不由地浮现了一抹嘲弄,连他们都是在这九龙雷缸火之内熬不了多久,更何况这么一个矛头小子呢? 唐振笑了笑,哈哈哈哈,既然严肖小友有些兴趣,那么就请出手吧,若是能够通过,那也刚好和焚大师凑成二人之术啊。 唐振对于肖炎的胆气倒是有些意外,他手掌一引,那银色的火焰就凭空浮现。 肖炎缓缓地站起身来,目光望着悬浮在大殿半空的银色火焰,手掌一握,一团碧绿色的火焰就鸟鸟而起。 如今肖炎对着琉璃连心火的操控,那几乎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,那说句不客气的话,在座的人若是光比火焰操控的话,恐怕除了那最为深不可测的唐振之外,即便是那两名单塔的客卿长老都比不过肖炎。 这碧绿色的火焰一出现,也是令得大殿中一些人皱了皱眉头,在硝炎特意的压制下,他们几乎感觉不到半点儿那从火焰中弥漫出来的温度。 在座的这些炼药大师虽说都颇为傲气,但也并非是傻瓜。 哟,如此低温的火焰,恐怕连一些斗气凝聚的火焰都是不如吧? 各位炼药大师自然能够知道,这种温度不可能会是这火焰的真正的温度,不过,至于为什么硝炎要特意地压制火焰的温度,他们都感到极为不解。 守卫之上,唐震,倒是在那碧绿火焰出现的时候,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,目光紧紧地盯着火焰,隐隐间他觉得这碧绿的火焰似乎并不那么简单。 对于周围的一道道目光,硝炎并没有在意,心神一动,一股灵魂力量就钻进了火焰之中,火焰如洞间化为一朵巴掌大小,看上去极为精致的碧绿色的火莲。 火莲缓缓缓地转动,通体碧绿,犹如好像翡翠一般,完美无瑕的模样,就犹如艺术品,给人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。 屈指轻弹,火莲缓缓地旋转地靠近了半空中那团银色的火焰,然后就在众人紧张地注视下,悄然地融入其中了。 随着碧绿火莲,进入那团银色的火焰,那九条火龙立刻就是有所感应,带着低沉的龙吟声响,迅速扑了过来。 见到这一幕啊,几名炼药大师的脸上都浮现一抹冷笑,眼中嘲弄更盛,那般模样啊,就犹如看见了硝炎片刻后的狼狈局面一般。 然而,他们所期待的一幕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想出现。 当那模冷笑刚刚攀爬上脸庞,就骤然凝固了,旋即大殿中众人的眼睛都暴突出来,怎么了呢? 银色火焰中,九条火龙刚刚携带着凶猛之势狠狠窜进了碧绿火莲的周围,就瞬间停滞了。 然后,众人就看到令他们目瞪口呆着一幕,只见得先前还威风凛凛的九条火龙啊,在这一瞬间犹如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闪电般的逃窜啊。 这九条火龙远远窜开之后,又徐徐地游离而尽,但是却只敢徘徊在火莲的周围,不断地游荡,却不敢再次靠近了。 这一般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,直接令的大殿中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 那些等着看好戏的炼药大师,望着火焰中的敬畏分明的火莲和火龙,脸上的表情都格外的滑稽。 唐震的脸色,也在此时缓缓地凝重了许多。 能够让九龙雷刚火都如此忌惮的火焰,这世界上还真不多。 而他,此刻也能够确定,萧炎所召唤出的那种碧绿色的火焰,定然也是一种异火。 火焰成碧绿之色,一火榜上的一火,似乎没有这般色泽的呀。 唯于与之相像的,那就是排名第十九的青莲地心火。 但其色泽也远非这般浓郁,而且即便是真有青莲地心火,也不至于让九龙雷刚火这般忌惮的。 这个青年不简单的。 唐震在心中低声嘻喃,他倒是从未想到过,面前的这位青年居然是身怀一伙的人。 唐震身旁的女孩子,那也是因为这般一幕而美目中一彩闪烁。 这个看上去年龄并不大的青年,果然不是个草包啊,不过就是不知道和他交手自己有几分胜算。 想到了这儿,红衣女子不由得有些激扬起来,若非是此刻场合不对? 他呀,恐怕直接下场向硝烟发出挑战了,这种事儿他也不是头一回干了。 对于身为一个女孩子却如此的争强好胜,就连唐震,他爹都感到无可奈何。 大殿中的两名丹塔克青长老,此刻眼中也涌上了一抹震惊之色,以他们两个人的见识,自然是能够隐隐间猜到这碧绿火莲究竟是什么东西。 哼,没想到啊,这个看上去年纪轻轻的少年居然会拥有一伙,这要是传出去,不知道会令多少炼药师心动啊。 想到了这儿,两个人的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大殿,果然看到一些眼中有着贪婪之色的人。 在座的人都是终于拥有一些名声的,而连他们都为之感到贪婪,那足以瞧出一伙对炼药师拥有着何等的诱惑。 十分钟的时间在寂静的大殿内迅速地流逝,而待着十分钟刚刚抵达,硝烟也是一招手,火莲就毫发无损地撤了出来,喷了一声爆炼,化作一团火焰钻回硝烟的手里。 收回火焰,硝烟目光依旧看着唐震,抱拳微笑道,唐国主,不知道在下可算通过了吗? 哈哈哈哈,这还用老夫说吗?恭喜言消小友,加上你的话,老夫也算是真正的凑够人手了。 唐震手掌轻抚胡须,大笑一声,目光转向赤火长老说,赤火呀,你办事还是这般让人满意,居然能将言消小友这等年轻俊杰群到焚烟谷啊。 听了这话,赤火长老的脸庞也浮现了一抹笑容,弓声说道,只是好运而已,能够遇见言消小友,算是我的运气了。 听了唐震的话,大殿中的一些炼药大师脸色却有些不太自然了,特别是先前出言嘲讽硝烟的那位莫大师。 他那脸色呀,哈哈,就跟吃了苍蝇似的,这一幕可是他从未预料过的,而且他怎么样都想不通,以硝烟的年纪怎么可能会有一伙呢? 莫大师嘴角抽搐了一下,依旧是嘴硬的冷笑道,哼,不过是仗着一伙之力罢了,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对于这个说话极惹人厌的老头,萧妍根本就不敢冒,斜瞥了他一眼,然后转开目光,直接将他给无视了去。 唐震也是笑了笑。 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来,这位名为炎霄的青年绝对是有着几把刷子,说不定他的炼药术在座的能够和他相比的都是极少。 各位放心,炼制丹药的时候,我会请各位旁观的。 听着唐震这么说,那莫大师脸庞上冷笑更甚,目光转向了硝烟。 哼,虽说你拥有这一伙,但若是本事不足,也只会坏事。 到时候,要是将谷主准备的那些珍惜药材给毁了,你可赔不起啊。 哈哈,多谢提醒啊,这位莫大师待会儿在一旁观看就好,协助唐谷主炼药的事,就由我和焕大师点好。 消炼,这番暗运计讽的话,直接令了莫大师一致,脸皮不断的抽搐,握着茶杯的手掌,也不断的抖动着,看来他被消炼这句话气得不轻啊。 哼,红衣女子见到消炼一语,把莫大师气成这样,也忍不住哈哈一笑,不过却在唐震的瞪眼下连忙住嘴。 唐震摆了摆手,轻笑一声说,哈哈,大家不要再为这个争辩了,炼制丹药的药材虽然珍贵,但以我焚炎骨的实力,还能凑齐的,所以到时候协助老夫炼丹,也无需用什么心理负担。 另外,这次丹药炼制并不算简单啊,所以老夫也先把话说明白,只要两位能够助我将丹药炼制成功,报酬,绝对会令两位满意的。 哈哈哈哈,当然了,若是两位有什么需要之物,也尽管开口。 听到唐震如此说,萧炼心头顿时一动,抱拳微笑,哈哈,唐谷主,不知道这报酬之物,可是包括焚炎骨的一些功法或者斗技呢? 哦?听到这话,唐震也是一愣,若有深意地看了萧炼一眼,笑道,只要不是我焚炎骨一些不传之密,其他的也在其中,不知道严肖小友看中了哪一种呢? 萧炼心头跳了跳,直视着唐震,缓缓地说道,天火三玄变。 啊?天,天火三玄变? 听着萧炼这么说,唐震和旁边的红衣女子都是一愣,玄其眉头微微皱气。 这天火三玄变,乃是焚炎骨的镇骨之宝,虽说这种秘法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废柴秘法,但是对于体内拥有着一些奇异火焰的人却是堪比利器啊。 天火三玄变能够把人体内隐藏的火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运转,最后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极强的威力。 每一变都能爆发一种火焰,三变叠加,那增幅的实力是相当恐怖的。 当然,这种火焰爆发而出的能量颇为狂暴,若是身体强度不够,引发爆发也只能令其反噬。 因此,对于这天火三玄变,即便是焚炎骨内部都保存得非常严格,唯有真正的核心弟子方能够修行到天火三玄变的第一变。 至于剩下的两变,则是需要看其对门派的贡献和本身的天赋。 所以,真要算起来,整个焚炎骨中修炼了完整版的天火三玄变的人,恐怕是屈指可数。 而既然连本骨弟子都难以修行齐全,由此也看出,焚炎骨对这天火三玄变看得是何等的重要。 好了,朋友们,萧炎能够得到天火三玄变吗? 欲知后史如何敬请收听《斗破苍穹》第七百八十六回。